跟我们人贩子作对 你只有一次机会 盘点人贩子的拐卖手段 你不会以为我们现在骗孩子 还用光光糖吧 我很喜欢这样天真的家长 什么年代了 我们就不会变一变吗 我们现在骗孩子 主打的是一个真诚 我啊 可以是一个 艺术培训学校的一个咨询老师 你的孩子无论是想学美术啊 想学跳舞呀 OK 没问题 我呢 就在这一带随机挑选目标 你带着孩子过来了 我拿了传单 我来说这位妈妈要不要学习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人都会拒绝 但是总会有人停下来来咨询 太多妈妈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才艺了 OK 我就会带着你走到一个大楼里边 这个大楼里边真的有很多艺术培训学校 你看这个班 这是我们专门培训书法的班 这位妈妈 你看这个班 这个班是专门培训跳舞的班 一圈逛下来之后 我就会问 妈妈 你想学什么呀 不学也没关系啊 你可以先调一下一个表格 这张表格 我让你先填五分钟 这个时候啊 我就会说 妈妈你先填个表格 我带着你的孩子 先去看一看 转眼着让老师看一看孩子适合什么 好不好 五分钟后 等你填完表格 你就会发现 你的孩子已经不见了 我已经带着你的孩子 桃指摇摇 跟你的孩子 说再见吧 我从来不贪便宜 从来不跟陌生人说话 好 就在你的小区 你的楼下 我找一个我的女性合伙人 带着一个孩子 经过培训的孩子 去你的小区里玩 带上玩具 带上吃的 你带着你的孩子 傻偶去玩的 人在自己的小区里面 自己的家里面 戒备心是很低的 知道不知道 这个时候 我的孩子会 带着你的孩子玩 我会跟你聊天 降低你的戒备心 孩子慢慢的跑远了 哎呀 你想去追孩子 我说哎呀 没事没事 孩子一起玩怕啥呀 等你再跟我聊两分钟 你会发现孩子真的不见了 当你着急忙忙 去找孩子的时候 我也一拍大腿 哎呀 我的孩子 他答应去找孩子 你去找你的孩子 你已经找不到你的孩子 但是我的孩子 带着你的孩子 在某一处的地方 等着火 所以说 我告诉你 跟我们人贩子作对 你只有一次机会 那就是千万 千万 别让你的孩子 离开你的世界 嘿嘿嘿嘿 我们人贩子会的 你们家长不能知道太多 只要这个世界上 还有不孕不育 和传宗接代的思想 你放心 我们人贩子 绝对不会失业 监控 监控是有用 但是我问你 监控是万能的吗 我就把你的孩子带走了 监控能拦得住吗 你的孩子到我手里边 只需要三分钟 我就能保证你认不出来 头发我都在剃光了 我们早就不是单打独斗了 孩子到我手里边 半个小时以内 我就会交给我的同伙 我只管骗孩子 不管销售的 销售那帮家伙 手段更多 孩子到了他们手里边 那是一百公里 几个小时远离你的 就算收到我也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孩子 被送到哪里去了 审会也审不出来的 所以啊 你寄希望于街上的监控 我很开心的 农村的孩子更好骗 家伙的孩子老人看 留守儿童 老人的经历 能看出孩子吗 那些孩子 没见过世面 没见过好玩具 好吃的 稍微哄一哄就带走了 就算是被发现又怎么样 那些老人 碾机又碾不上 能碾得上我们吗 对于我们人犯者来说 四岁以下的孩子 还是好拼 身高不高 体重不重 抱起来就走 你以为他们会反抗吗 他们不会反抗 乖的不行啊 让闭嘴就闭嘴 让吃饭就吃饭 晚上还会求着我 让我抱着睡觉呢 哈哈哈哈 但凡是我讲出来的 那都是发生过的 在我们的圈子里边 有一句话 那就是 没有大人搞不定的孩子 听话的就骗 不听话的就直接抢 太机灵了怎么办 大运带走 你们一不留神 我就出手了 不信是不 你就在旁边 好好地玩手机 我在暗处 帮你盯着孩子呢 你放心啊 孩子送到 买锁手里边之前 我保证你的孩子 是安全的 我有一位同事 平时就在医院的 产房区活动 有时候是医生 有时候是护士 就盯好目标之后啊 我要是医生呢 我就说 你这个孩子真好 体重也好 哪个医生接散的呀 不对 你这个孩子 怎么黄胆这么高啊 或者说 你这个孩子 呼吸听着有点沉重啊 我抱走检查一下啊 你赶紧去叫护士 叫你们家长 拿着你们的这个证件来 没等你反应的时候 孩子就被我抱走了 或者我也是一个护士 我说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孩子 我抱走踩个足迪戏啊 一会儿送过来 就这么就把孩子抱走了 你觉得不可能是不是 你觉得车怎么可能是不是 那我告诉你 但凡是我讲出来的 那都是发生过的 哈哈哈哈 我们人分子会的 你们家长多少得懂一点 孩子刚上车的时候是懵的 虽然让干啥都干啥 但是过一会儿 他就会明白过来了 爸爸妈妈不见了 就会要爸爸妈妈 怎么办 我就会跟他说 孩子啊 因为你不听话 爸爸妈妈不要你了 以后你要跟着叔叔生活 听叔叔的话 放心 叔叔永远都不会不要你的 叔叔会永远照顾你 我是不是比你们贴心多了 你给不了孩子的安全感 我给 但是仅凭两句话三句话 哄怒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没关系 你渴了是不是 叔叔这有可乐给你喝 饿了是不是 蛋糕给你吃 我车上吃了喝的都有 都是你平时舍不得 给孩子吃了喝的 我是不是比你还贴心 是不是比你还喜欢你的孩子 不要怀疑我的软眼 我一定有办法 轰住你的孩子 那你要说了 实在轰不住怎么办 安眠药就可乐 搞定 哈哈哈哈 你们应该 在以前见到我很多 就是大街上 有这个孩子在跟你要钱 有时候甚至这个孩子特别小 就四五岁 就一个人就在大街上要钱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就这种处置 我把孩子卖给他们之后 孩子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 接受培训 听话的 马上上岗要钱 听话的 直接 毒打 或者说断手断脚 你知道他们很乐意断手断脚 为什么 就是孩子断手断脚之后 他会变成听话 他也逃不掉 再一个他去窃盗的时候 更容易获得同情心 能获得更多的钱 然后这些孩子们 每天都是有业绩要求的 讨不够的话 到家就没有饭吃 而且会面临毒打 如果说有人企图逃跑 或者说 把乞讨来的钱偷偷藏起来 那在他们这个组织里面 是非常非常犯忌讳的 就像背叛一样 会直接面临 断手断脚的惩罚 或者说直接烫伤 最初我说各位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视线 不要离开你们的孩子 对于我们人贩子 作案有威胁的 只有你们的大人 只有你们的目光放在孩子身上 你们敢放松 说不定你们的孩子 下一刻就没有了 虽然说我是一个人贩子 各位 但是我在这儿 当着大家的面 真诚的期望 愿天下无怪